主料,鸡蛋一个,菠菜50克,辅量,盐,香油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准备一个鸡蛋汁壳,加两杯鱼鸡蛋的水放点盐搅拌均匀,菠菜稍微在滚水中烫一下,把烫好的菠菜切碎,加入鸡蛋中搅拌均匀,蒸锅放适量水,把鸡蛋碗放入锅中,盖上锅盖蒸上15分钟左右,鸡蛋凝固。 就可以和出锅淋上一点香油菠菜鸡蛋羹就完成了,烹饪技巧,如果是宝宝吃烟要少放一点,我在蒸的时候可以在碗上覆盖一层保鲜膜,这样蒸出来的鸡蛋羹比较平整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